地球真的很不平靜 才COVID-19 才稍微稍微的平复一点 最近又恐怖了 日本竟然爆发所谓的 食人菌的疫情 其实这个并不是新的 在以前也有 可是以前的话 一年大概被通报900多例而已 今年才到现在大概6月 就已经被通报了900多例 快1000例了 所以他们觉得说 这个食人菌疫情怎么会上升 不过观众朋友们一定觉得很疑惑 因为平常大家只听过食人鱼 也很少见到 除非你有去那种很奇怪的国家 食人菌疫情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新美 其实食人菌这个名字听到很恐怖 其实它有一个学名叫做A型链球菌 这很常听到啊 其实大家听过肺炎链球菌 A型链球菌就是一个链球菌的细菌感染 这个细菌感染 其实它在我们在一开始得到 所谓轻症的时候 其实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表现 所以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些特殊表现 让观众更了解 原来如果你有这些表现的时候 可能等于接下来 你比较有机会产生所谓的危险的风暴 那它有哪些表现 我们来讲一下 首先第一个它其实蛮像感冒症状 所以它会出现发烧的状态 它会出现一些扁条线发炎的状态 所以这些人通常会感受到 头痛 喉咙痛 发烧 这我们一般的扁条线有什么不一样 很像啊 就是啊 对 但是它会出现一些 比较特别的是 比如说它的舌头看起来 会比较像草莓色的舌头 甚至它会出现一些皮肤摸起来 好像比以前摸起来好像质地不同 好像沙子一样的质地 甚至在退烧之后它可能会脱皮 这个名词被称为一个名字叫做腥红热 就是腥腥的那个腥的腥红热 所以如果你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 其实尤其我后面讲的几个 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 A型链球菌感染的一个症状 是 那平常是这个是怎么传播 我们常常讲说 像COVID-19是飞沫传染嘛 我们就说要戴口罩 那这个A型链球菌是怎么传染的 其实基本上有几种途径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飞沫传染 所以假设你自己的身边就出现一个这样的病人 其实你跟它保持安全距离 绝对是一个很保护自己的做法 第二个其实会透过一些伤口传染 所以其实这一个病毒的传染方式 这个细菌传染方式 其实跟我们很常见的各种的感冒 其实你的预防是很雷同的 因为像为什么他讲食人菌 就是说它有时候会造成伤口的一些东西剥落 坏死之后会掉下来 就好像你的肉被啃掉一块 看起来很恐怖 它很严重的时候有时候会这样 所以人家会吓到说 好像你在吃我的肉一样 小的食人 所以变成食人菌 其实就是A型六丘菌 它其实广泛存在于周遭的环境里面 你预防的话也一样 刚才许美讲了 飞沫传染 跟有时候会经由伤口传染 所以你有伤口的时候好好照顾 无菌 有飞沫的时候就是戴口罩 为什么你知道起来 这个感染应该蛮普遍的 为什么被人家 这次会突然间讲出来这么严重 而且我听说有个名词叫做STSS 这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疾病 它在有一些年轻的人 其实感冒了 就像是一场感冒一样过了就好了 可是如果你有些免疫力比较低 你有糖尿病 确实在统计上 它是有致死的风险 那当它会到这个致死风险 其实会出现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叫做STSS 就是在这个地方 叫做毒性休克症候群 那这个症候群 其实假设你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它可能会产生肾衰竭 它可能会产生呼吸困难 它可能会产生手脚的坏死 那如果是到这个状态 其实就是属于它的死亡率 就会大幅度提升 所以比如说日本 我们所听到的食人菌 很多它都是进到这个进程之后 它们爆出来是进到这个 它是爆的 900多人是进入到这个地方 对 所以假设你只是在一开始的感冒阶段 其实不用到真的非常担心 所以说你只是什么 扁桃腺发炎 咳嗽像发烧 一点点玫瑰康疹 你说完了我进了STSS 没有啦 没有 我还找 但是假设说 因为大家可能就想说 那这个我要怎么判断 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 所谓的细菌感染 细菌感染它就会在我们的 所谓的组织 甚至进到我们的血液中 一旦进到血液中 产生所谓的败血症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生理指标 像这个样子 对 生理指标像是什么呢 其实你家里都可能会有体温剂 你家会有血压剂 你就善用这些东西 其实就可以注意这个生理指标 有没有在往STSS的路线走 像什么是生理指标 败血症的生理指标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血压可能会下降 第二个血压下降后 我们的心脏想要打出一样的血 心跳就会上升 所以假设你出现了发烧 而且是一直严重的发烧 甚至含战 然后食欲不振 然后你会出现所谓的心跳上升 呼吸急促血压下降 这些症状如果在你刚刚我们讲的 这个心红热这个状态后出现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方 可能进入STSS了 对 所以这时候就一定要立刻就要 好那想问一下 怎么治疗 好治疗吗 其实这个疾病因为它是细菌感染 所以其实只要用对了抗生素 它是可以治疗 对啊 所以其实大家一般的人 对它的这个食人这个字 听完太可怕了 可是假设说我们正确的诊断 正确的治疗 它只要经过一个完整的抗生素 治疗流程 其实你的身体是可以完全 恢复到正常心胞 对啊 你看 所以完整治疗大概就十天 要告诉你们 不要随便停药好不好 对 也不要吃了三天之后觉得 觉得自己好一点 我自己不错了 我接下来不吃了 另外就是 很多时候觉得这个疾病 到底要不要隔离吗 告诉大家 如果你接受抗生素治疗 基本上你吃了一天之后 你就不具感染性了 就比较不会传染给大家了 但是还是跟大家稍微隔离一下 但是理论上你的感染性不小 就是我们不要歧视得到 A型链球菌感染的人好不好 它如果有认真吃药 其实一天之后 它就不大会传染给你了 不过还是告诉大家 这个致死率30到50% 因为那个媒体在写这个的时候 大家都很害怕嘛 好像说我中了这个A型链球菌感染 哇十个里面就要死三个 不是这个样子吗 不是 是你要进入这个嘛 对其实还是 如果你是特别免疫比较不好 年龄比较大 糖尿病等等的人 其实才比较有机会走到这个路线 所以其实 假设你不是在我们上面提到的 这些情况下 其实你都比较可以稍微放心一点的 去日本玩 或者是不用太担心这样的一个疫情 那我们平常在治疗这种病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 它是比较严重才会进入这个嘛 一开始的时候 它的症状可能就我们跟刚才讲的一样 就只有这些症状嘛 什么时候开始会给抗生素啊 一般来讲的话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应该是给到 就是我们确定它是这个疾病之后 我们就对应给抗生素 那很多其实像我自己就有一些病人 最近会去日本玩嘛 他就很担心说 那我去日本我要不要备这个抗生素 对啊 其实坦白讲 是先不用 先不用 我还是建议说 其实它的标准做法就是 假设你今天有免疫比较不好的人 你可能真的要适量的去日本玩 或者是去疫区玩 但是假设你今天是个身体健康的人 你确定你身体上没有特别的伤口 你也没有特别的到 所谓的感染盛行的区域 只要稳定的补充好 我们的健康的营养 你的营养吃的好 你的身体睡得饱 不要过累 我们身体免疫力够 其实我们就可以用自身的免疫力 去对抗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啊 当然预防永远社医治疗嘛 心妹已经告诉我们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很可怕的疾病了 临床上 早就已经有药物可以对抗它 而且并不难治疗 人家小心自己 不要变成重症就可以 那当然预防永远社医治疗嘛 平常要避免得到它 要告诉大家要怎么做 首先呢 第一个事情是 因为它其实还是肺膜感染 所以假设说 今天你在的这个地方 你自己已经研究过了 好像比例上比较高 我们还是跟以前 我们COVID的时候一样 你戴着口罩 预防肺膜感染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 当我们尤其在我们所谓的区域区的时候 你可能疯狂的大玩特玩 记得营养补充 千万不要只补充一些垃圾食物 去吃好一些好的东西 比如说富含维生素C的东西 维生素D的东西 矿物质新的东西 多补充这些 让你的身体自身免疫力是比较好 那如果假设 因为我们说 它有一些特殊的表现 舌头会变成草莓色 你可能会出现 皮肤的质地的改变 一旦你出现了这些 很特殊的典型的 这个食人菌的表现的时候 其实我就建议大家 可能要赶快 准备到就医了 就要吃抗生素了 不过这还是不要太紧张 这个其实 存在我们的环境 是一个很常见的细菌 我们就是要避免它感染到自己 避免它感染到自己 就是呼吸道要保护 另外有伤口也要好好的保护 另外就是一般人 真的不会怎样 对 没错 不要太担心 这些人 就是已经 自己的免疫力 已经出现问题了 而且就算你顾得好 只要不要进入到STSS 你的死亡率并没有那么高 大家不需要太害怕哦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姜云医师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 这样子就可以随时接收到 我们最新影片的讯息哦 另外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 对你的健康有帮忙的话 请帮我们按一下 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的按钮哦 表达对我们的支持及肯定 谢谢大家